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规定州长这一公职的竞选最低年龄,只要是在佛蒙特州居住满四年的美国公民就能成为州长候选人。实际上,全美国只有坎萨斯州,对州长的竞选年龄提出了要求,经历了鲨鱼而归后,今年他再次卷土重来,桑伯恩的家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,因为他一直以来对政治都抱有热情。 在他的家乡Bresto他依然是一位冉冉上升的超级巨星,他在接受《华盛顿牛报》采访时表示,自己在五岁时就对政治展现出了浓厚的热情。 我五岁时得到了一本《关于美国历史的百科全书》,里面地结联盟的概念深深吸引了我,这个想法震撼了我,那就是你可以把各行各业的人都聚集起来,共同追求目标。 桑伯恩说道,六岁时,他就环保问题,向时任州长提出了建议,并在该州实施,小学六年级时又以和平抗议的手段让学校改变了一项规定。 去年发生在北卡夏洛茨北尔市,Shaled Steel,的骚乱事件,让桑伯恩对这个州和国家的政治感到沮丧。 他认为年轻人并没有在公共政策讨论中发出足够的声音,因此决定要投身政界。 今年,桑伯恩将竞选议题,主要放在了医疗健康、学、校与经济上。 他表示,这些事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年轻人的未来。 桑伯恩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中来,谈到怎么说服成年人把选票投给他时。 桑伯恩表示,各年龄阶段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他们想要改变。 我是一个安全的候选人,我在与现状进行对抗,不管年龄多大,所有的人都会被这点吸引。 他说道,尽管自带明星光环,还要忙于竞选工作,这个14岁的男孩本质上还是和其他同龄人一样,喜欢跑步,打篮球和钓鱼。 但不是所有14岁的孩子都能像桑伯恩这样参与竞选。 对那些不能参选的孩子,他鼓励他们依然能通过其他渠道积极地投身政治生活。 年轻人一直被教导要被人们看见而不是听见。 现在我们面临着真正的问题,比如气候变化,枪支暴力,失业危机等等,要是能让年轻人来主导解决这些问题,后代将从中受益。 桑伯恩表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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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